此转高等装修 不用大理石 就用简一大理石此转 绿森林归岛尼 全屋墙面定制专家 新墙面不墙 有绿森林做墙面 2019 英广中国品牌联盟 合理在一起 中央广播电台 中央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临摹 全国新闻联播 每天为您会总书理 全天资 我想 我是影进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出版发行 光阳出席 全国非公有志 优秀中国特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表彰大会并讲话 韩正在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会上强调 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实践经济普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今年国庆期间 首都北京将举行隆重热烈的活动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019世界人工日能大会在上海开幕 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明天发行 香港部分旅游业界团体举行集会 要求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 尽快恢复社会安宁 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 为配合开展第二批 劳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国中央党史和文件研究院 中央不忘初心劳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招组办公室 联合编辑了 习近平 不忘初心劳记使命论述摘缘义书 已由中央文件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篇内容 中央不忘初心劳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基本教材 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聘料读本 要把摘编纳入主题教育学习计划 组织党员认真学习 真正夺到 初心 单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更好的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只好是 推动工作 网记者刘洛报道 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 今天在京召台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权主席汪洋 初级大会并讲话 他强调 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毫不动摇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大力冯朗优秀建设者精神 不断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汇聚磅磅力量 汪洋指出 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功 严于自身努力 更得益于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要在实践中认识到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性 他勉励受调张哲努力做爱国敬意的典范 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正确政治方向 增强家国情怀 把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 要努力做经营的典范 自觉学法懂法知法守法 带头遵循市场规则和行业规划 积极进行亲亲新行政商关系 要努力做创业创业的典范 签定走高发展之路 聚焦主业 坚守实业 发扬工匠精神 推动实践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要努力做回报社会的典范 坚持毅力坚固 以意为先 重信与守信用 强信义 作造富而有德 富而有爱 富而有责的良好形象 汪洋强调 党和政府鼓励支持 引导非翁有制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十分明确 政策措施也之以完善 关键是抓好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 要想企业之所想 忧企业之所忧 及企业之所欺 积极作为靠前服务 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让企业真正会议 切实有感 各级统战部门 工商联组织 要结合不忘出金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持续改进作风 加强非公勇制经济人士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队伍建设 积极反映他们的诉求 为他们更好发挥作用 营造良好环境 杨广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交组组长韩正 今天主持召开 领导交组全体会议 听取领导交组办公室 关于普查工作和主要数据情况的汇报 部署下一阶段任务 韩正强调 统计工作的生命力在于数据的真实性 必须排除各种影响 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这次全国经济普查 在数据真实境上 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要及时向社会发布 拥击数据 准确权威系统 做好解读工作 让各方面更好地理解普查数据 要以听开透明为原则 加大普查数据公开力度 方便用户获取查询 使用普查数据 要用好经济普查成果 最大见度发挥普查资料价值 深入挖掘普查资料 系统分析普查数据 为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 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要抓住这次经济普查契机 以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为中心 以强化统计监督职能为关键 以增强统计工作科学性为重点 深化统计改革创新 推动统计事业再上新台阶 请了解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标准时点 是2018年12月31号 普查对象 是我国境内同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目前已完成数据采集审核和汇总评估工作 普查的主要数据将择时公布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今年国庆期间 首都北京将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核心办先举行新闻发布会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国庆节当天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阅兵式和群职游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 还想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起联欢 并观看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 杨广汽车刘惠宁报道 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包括盛大的庆祝大会 阅兵式群众游行 以及首都国庆联欢活动 国庆招待会 国庆文艺晚会 大型成就展等 10月1日 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名义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庆祝大会以后 将举行盛大的运行式和群众游行 10月1日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一起联欢 并观看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 除了内容丰富多彩 突出群众性 突出里境先驱先烈 和共和国建设者 成为今年庆祝活动的 几大特点 我们将举行国家寻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的 颁寿仪式 表彰为共和国建立和发展 做出杰熟共战的人士 将举行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蓝仪式 缅怀英雄烈士 还想向现在的老战士 老同志 老功臣 老模范 颁发庆祝 东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时候 我们不会忘记 那些曾经为主国和人民 做出过牺牲和奉献的人们 作为国家 中大纪念日的 一项制度化安排 今年国庆阅兵的主题 是坚定维护核心 体现时代特色 彰显国威军威 激发爱国热情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作战局副局长 蔡志军介绍 本次阅兵规模将更大 部分先进武器装备 也将首次亮相 考虑到这次阅兵 是新时代的首次 五星阅兵 承载着全面展示 70年来 国防和军队建设 伟大成就 出处反映 人民军队改革重塑 时代风产 汇聚推进民族复兴 磅礴力量的内涵意味 十度设计阅兵规模 安排部分先进武器装备 首次亮相 总体上 比庆祝新中国成立 五十周年 六十周年阅兵 和纪念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阅兵的规模 要大一些 从九月起 在北京展览馆将举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 大型成就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 历史长从量介绍 成就展围绕开辟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主题 将突出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并注重创新展览方式 为了让观众 对七十年的变化 有一个切身的体会 切实提高这种代入感 参与感和共鸣感 在展览的条目 和展品的设计上 既突出了国事 大事和大国重器 又强调了 老百姓身边的家事 小事 比如说展示了 像迪雪梁 这是第一代的化线产品 第一家农家乐 包括取消粮票 包括我们的城市和农村的厕所革命等等 还专门设计了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的婚房的一个场景 改革开放初期 城乡居民家庭的场景 以及现在城镇保障性户房 和我们图屏 异地搬迁家庭的一个实景 充分展示七十年来 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巨大变化 真正把成就战 办成人民的展览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今天宣布 将在博鳌亚洲论坛框架下 设立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 中国国家禁毒委副主任 曾伟雄出任大会主席 首届论坛将于2020年9月举行 央广记者张明豪报道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问题的联系 日益紧密 相互作用与影响日监显著 已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 重大国际性课题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宝东介绍 从经济发展与安全的角度 成立专门论坛平台 在国际上上述首次 会议将以共同行动 共创繁荣为主题 以共建安全 共享安全 共赢发展为宗旨和目标 研究探讨亚洲 乃至全球安全相关的 前科技热点话题 拓展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 全球视野 却同各方合作行动 搭建全球范围内 安全合作新架构 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 协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大会主席 曾伟雄表示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与安全正面临双重承压 两者间的关联性互动性正在变强 传统经济安全问题受到高度重视 非传统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伴绝着新的安全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讲过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 虚拘则难存 对此我深以为然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 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社会形势变化的深层次需求 提供了一个关注经济发展创新安全热点议题的高端对话交流平台 提供了解目前首届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大会组委会已经成立 正在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曾美雄 论坛大会组委会决定 2020年9月首届大会将汇聚亚洲乃至全球的政府商界及专家学者 积极研究探讨经济发展与安全形势相关的热点问题 形成区域经济体发展与安全共建2020宣言等有影响力的成果方案 曾美雄同时表示 从全球和亚洲范围来看 与此相关的对话合作机制依然太少 希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可以做出更多探索 我本人赞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理念 精准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战略研判会更容易凝聚各方共识 我希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可以帮助各方在安全问题上实行最大公约数 形成有效的共同行动支撑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 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提具黄浦将叛 为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经验签 央广记者傅文杰韩晓瑜报道 在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表示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代工业革命正在快速发展 工业人工智能将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工业AI和技术加强的数字化 让中小企业更容易在创新方面进行竞争 在学习方面进行竞争 中国科学技术行贿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怀进鹏认为 当前人工智能还面临很多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瓶颈 有许多难题有待破解 行业的发展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推动开放交流和务实合作 要探索产学合作 国内国际国外合作 跨界跨领域合作的 协同育材机制 推动构建和完善 既有利于发挥人才独刹能力 又能有效调动 共刹潜力的平台条件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十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并为私家企业颁发了世界人工智能大幅的最高奖项 卓越人工智能赢领奖 同时人工智能应用创新街网赛道也正式启动 向全世界邀请人工智能创新技术优秀产品来到上海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主任林彦修表示 据相关机构测算 到2020年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600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突破1万亿元 下一步将实施人工智能创新伙伴资源共享 开放发展三项行动 以100家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和应用企业为终点 知识开展协作研发 协动生产和协力推广 完善开源平台体系和信息资源共享 深化与世界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合作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今天表示 针对美国称将再度提高 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税率 中方愿意以冷静态度 通过磕商与合作解决问题 同时反制手段充足 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 欢迎中方想要达成贸易协定 以及冷静处理分歧的态度 对此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回应 我们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 愿意以冷静的态度 通过磕商与合作解决